zada 嗨各位 music 各位热感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这个月《早餐汇报》的时间了 这个月呢 《早餐汇报》的来宾 你可能会觉得她有点的眼熟 这个脸在各式各样的 music 做的梗图影片里面出现 她就是我们的社群小编 申申 嗨 大家好 如果大家今天有看音樂劇接唱徵選影片的話 也會發現聲聲其實在裡面也吹法國號 所以你法國號就學多久了 我一開始學小號 後來就吹法國號 這樣也算差不多十年 這期的主題叫做 那相信聲聲你樂團吹這麼久 該有遇過很多次安可曲演出的經驗 對 其實我們演奏家有時候會想說 啊怎麼還要演怎麼那麼累 可是如果聽到掌聲 就覺得說好我再演 演多少都沒問題 我想這個應該是很多演奏家的心聲 或是這個團員的心聲 因為他們有時候準備一個很大的曲目 通常就是交響曲啊或什麼之類的 其實是很不容易一件事 可能在練習的時候就會想說 為什麼我還要多練三首曲子 但是到現場的時候 就會感受到觀眾的熱情跟熱力 所以才會進行安可曲 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因為現在在台灣呢 演出完之後 大家喊安可曲或是叫好啊 已經算是蠻常態的 基本上不管任何的演出 好像大家都會很開心的去喊安可 這是一個我們很習慣的一件事情 可是好像從來沒有人很認真的講安可曲的故事 所以這次我們就是用安可曲之多少 來跟大家聊聊到底安可曲是怎麼樣開始的 有沒有發生過一些奇妙的事件 這一次整個特器看下來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有趣 因為裡面實在講了非常多八卦類型的東西 那我就考下聲聲安可曲是從哪一個語言來的呢 發文 喔 答錯了 其實是從意大利文來的 意大利文 因為這個東西實在是一個潮流 所以並沒有一個很確切的說法 但是一般的說法是認為 以前在欣賞意大利歌劇的時候 就會講安可拉 倫敦的聽眾呢 把它轉成安可 它有點是誤用 因為如果義大利人的話 他們會說bis 就是第二詞第二詞的意思 但是英語的使用者 他們就是有點像是轉譯了 安可拉這個字 反正這是一個有點奇妙的流轉就對了 不過到現在大家就會講安可 這就是一個語言上有趣的小故事 我有發現一些非常神奇的案例 比如說像是安可小屎與野屎 這篇文章由主比公事要寫了 它裡面講了很多早期 安可這件事情 可能還沒有那麼變成一個 大家比較習慣的方式的時候 曾經有過一些很神奇的安可 當然安可的這個原本的意思 就是說再演一次 我們覺得聽很開心再演一次 所以很多那個時候 做曲家的作品首演的時候 都會被要求 再演一次再演一次 所以他們可能就直接的 再演一次那個樂章啊等等 但是後來可能就會變得比較奇怪 或是比較神奇的感覺 有一些指揮家 或有一些演奏家 其實本身也不是很開心 就會覺得說 我們都這麼累了 為什麼要一直再演 你們聽一遍 難道不夠嗎 有些演奏家呢 他就很故意 比如說像指揮家 洪碧羅 他曾經演過一次 貝多芬第9號交響曲 然後呢 觀眾就非常的熱情 就是說 安可安可 再演一次 洪碧羅這時候就說 順應諸位的熱烈掌聲 表達的誠摯意願 我將為諸位 從頭再演一次 而且呢 他還下令音樂廳把門關起來 你們就有再演一次 我就從頭也再演一次 所以那次就被大家稱為 哦 我們聽了貝多芬18號交響曲 因為9加9 但其實我覺得比起觀眾啊 應該更痛苦的是樂團吧 哈哈哈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我們也請了德剛直樹老師 他用指揮家的身份 來跟大家講講 到底是怎麼選安可曲的 那我覺得德剛直樹老師 很有趣 他並不是直接跟我講說 哦 我是怎麼選的 我們怎麼選的 他其實是用一個 比較像是他學習的歷程來講 他一開始是怎麼樣認識 一些有名的音樂家 他們的安可曲的表現 那他就發現說 有些人就真的會是 選這個炫技的曲目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 選一個比較有意境的曲目 最後他就有講了一個故事是說 他曾經在台灣帶領學生樂團 然後那次演出的安可曲 其實並沒有非常的有名 可是他覺得 跟他那次演的曲目是非常搭的 因為他是演了巴哈達夏康 舞曲改編的管弦樂版 他接演的就是韓德爾的作品 所以他整個的曲目聽起來是很搭的 可是他那時候竟然得到了一個評委 回應是說 安可曲應該要演一些熱鬧作品啊 比如說像台灣民謠啊等等這樣子 當然他裡面就有論述說 他不是說不喜歡台灣民謠 他演非常多的台灣民謠 可是他覺得安可曲 在他指揮的觀點來講 一定是要跟之前他們演出的曲目 是有關聯的 那這樣才會展現說 整個音樂會到最後 你附上的甜點跟這個主菜是搭的 那不然如果你主菜是個法式料理 結果最後甜點是鳳梨酥 當然不是說鳳梨酥不好吃 可是跟這個主菜就不搭 類似這種感覺 那再來呢我們也請了主比 鋼琴家閻黃龍老師也幫我們講了 鋼琴家的安可曲是怎麼樣 那順順你看這篇的時候 有發現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裡面提到那個喜夫 嗯 對做他的安可曲好像演了很長 對 因為這件事情實在是太有趣了 所以啊在這整個裡面 我們的七八篇文章裡面呢 應該至少四五篇文章 都提到了這件事 鋼琴家喜夫以特長的安可曲文明 像是他之前來台灣演出 就曾經安可了一整首的月光奏明曲 也有曾經在倫敦呢演出過整首的 貝多芬迪亞貝里變奏曲 來當安可 那這個實在是非常的誇張 因為迪亞貝里變奏曲 基本上已經算是 你可以拿出來說 我這港音樂會的主打 就是迪亞貝里變奏曲了 結果他竟然把它放在安可 不過這個就是好玩 因為其實這個是鋼琴家 他非常樂意 他非常願意的 那我相信觀眾也是覺得非常的開心 但是同時之間呢 我們也要跟大家 好好的說一件事就是 到底安可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安可曲啊 什麼時候可以喊啊 什麼時候有 或什麼時候沒有 因為其實我還蠻常會被問到說 譬如說去聽NSO啊 或去聽北施教的音樂會 然後結果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沒有安可曲 我就跟他說 通常樂際音樂會是不會有安可曲的 通常啦 因為樂際音樂會理論來講 就是他們一直都在這嘛 你要再聽一次 那就下禮拜再買票就好啦 你不要在這邊 一直逼他們再多練其他曲目 但是像這些樂團 他們出國巡演的時候 就會演出安可曲了 他有點像是今天你吃完了一道主菜 然後呢 演奏家他多送你一些東西 就像我們講的savis這種感覺 可是這個不是必要的喔 這東西並不是一個一定有的 所以大家的心情呢 如果你為你喜愛的演奏家 歡呼鼓掌 喊安可 喊 bravo 啊等等 這都是非常好 可是 演奏家要如何做 就是他到底有沒有要演安可 是演奏家 或者說樂團 他們自己的決定 他並沒有這個必要 或是義務 要演安可曲給你聽 那這次到最後 其實我們就稍微提到了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呢 能重新對安可曲有所認識 那接下來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呼應本期標題 曲中仁不散的一個事情 要跟大家報告呢 就是Muzik決定在 2020年12月號的並刊號之後呢 就會停止止本月刊的發行 那當然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曲中仁不散 因為我們其實並不是真的說 Muzik就是要解散了 要結束了這樣子 請粉絲們不要擔心 我們其實是對應這個時代的潮流 因為相信大家也發現 我們近期都非常專注在 網路內容的產值 我們也覺得在網路上呢 能夠跟各位粉絲 或各位讀者有更直接的接觸 那也是更無遠佛界的 可以接觸到 全世界華文的古典哀樂者 所以我們在2020年12月號 出完最後一期的 紙本月刊之後呢 就會把重新放在 網路的內容上面 那也期待大家繼續在網路上 跟我們聊音樂 欣賞古典樂的美好 那麼Muzik早退報 下次再見囉 即便剛剛宣布了 可能讓人有點驚訝的消息 還是希望你喜歡 今天早餐匯報 那可以的話呢 麻煩我們按個讚 或是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意見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麼早餐匯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曲中緣不散的故事 曲中緣不散的故事 就是Muzik呢 基本上在 好難喔 好難接喔 怎麼那麼難接啊 就剛剛很嗨啊 突然之間就轉到一顆 對啊 對呀 對呀 其實我也是 好困難 哈哈哈哈 對呀